就像胡平老师刚才所讲 在今天死亡的人数呢 已经超过了大陆当年的300多人的死亡 而香港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呢 也死了很多的人 但是这一次呢 是香港的第一个人走了 这个人呢今年才39岁 至于我们在《柳约刀》杂志上 所看到的那篇论文呢相符 他说呢 更多的是一些男子 并且是一些中年的 壮年的男子呢 容易患有这种疾病 当然这个呢是有一定的基础 因为很多的男性呢 在社交活动以及社会上的活动更多一些 这也许是感染的原因之一 当然医学方面呢也认为呢 这种人呢是感染的比例会更高一些 当然这个39岁的这位香港人士的离开呢 也让更多的香港民众呢认为呢 如何的彻底的封关呢 才能够保证香港 因为他们不希望 在2003年的那块石头摔倒之后呢 在2020年的继续 香港犯同样的错误 而这一次的不封关 或者是延迟的封关呢 已经被很多的市民呢所指责 那么我们有请胡平老师 您如何看待香港的 现在所采取的封关的措施 以及下一步 他们是否会有更多的一些应对的能力 他们是否受到了北京的影响和控制呢 当然到现在香港基本上其实已经在封关 虽然封的还不够完整 林郑她本来就采取了一些措施 然后在民众的压力之下呢 又采取了一些新的这个关闭的措施 她只不过就是不愿意承认她在闭关这么一件 这么一句话 实际上呢已经大部分都已经关掉了 因为香港有上次杀死的经验在 所以如果大陆这次病情疫情严重 那么香港是首当其冲的 受连累受害最大的一个地方 所以香港人们对这个事情格外警惕 它不是没有来由的 而到现在呢你能采取的措施 之所以没有及时的断然的采取封关 这种措施当然是我想她和中南海的关系 这个是她的最重要的考虑 甚至你都可以怀疑 那么这个主张本来就是出自于北京 北京不希望你在这个时候香港封关 因为香港封关 香港它的特殊地位 那么对中国来说还是相当重要 它不希望封关造成这么些影响 另外就像我刚才谈到的 它还不断地潜在外国 觉得外国反应过度 如果香港也就封关了 那它就很难去指责 因为香港毕竟和中国大陆是个特殊的关系 又在你其内又在你之外 因此呢人家你要香港如果这个特殊封关 那你中共就很难指责别的国家反应过度了 所以它就是造成现在的情况 名字不叫封关 但实际上才封了很多条交流的这个管道 那其实也都差不多了 而且说不定接下来可以封的更多 它这香港人也认为 我觉得尤其在去年反送中以来 在这种政治形势之下 那显然林郑的重大举措 它更要看北京的脸色 或者说北京方面可能会有更直接的 当然也是不公开的干预 那么这种 它这种干预除了对香港本身的考虑之外 另外它更多的会看重香港如何动作 在国际上的影响 而这一点呢就造成了我们刚才看到的 所以就是它不愿意让香港封关 这由此引起香港人的那种广泛普遍的不满 这当然是在意料之中 当然这次香港死人的事件 最让人引起惊讶的 就像你谈到的 他是个中年人 刚39岁 按照现在来说 那真是年富力强 那真是甚至 而因为过去一直都说呢 就说这个武汉肺炎虽然传染力很强 但是致死率低并不高 而且主要还是一些年老体弱的人 特别是老年人65岁以上的人 比较容易患武汉肺炎而死掉 可现在是个年轻 是很年轻一个中年人 这就让人对他这个武汉肺炎的致死率 就格外警惕 所以他造成了这个心理影响 虽然现在他就是一个人 但是他造成了影响 对人们心理上的影响 对人们对整个疫情的这个评估 产生的影响过程都是非常大的 当然就像你刚刚谈到的 这个患者主要还是中年中青年 就因为他们在社会流动性大嘛 老年人多半都呆在屋里 但现在这个问题不是患者的多大比例 而且就是一个中年人 就因为患这个事情死掉了 这个是加上了人们对这种病毒的危害性 它的致命性有了一个更高的一个评估 而这个会对今后的整个防止疫情 以及在这个过程中间 人们那种恐慌 我想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这是我最关心的一点 的确是如此 刚才又提到了这关于致死率的问题 目前我们看到这两天有很多的媒体 包括一些各个国家的一些医学专家 也都在讨论关于这一场中国的武汉肺炎 到底该如何去界定 到底他的病死率的比例是多少 那么英国有一家媒体 这两天就发表了很多的一些观点 这位医生也是从业40年的一位医生 他认为其实病死率的数额 远远要高于今天中国所发布的 因为目前的治愈率 是一个和治死率的相比较而言 是很少的 并且他发表了一个最新的一个医学方面的 一个言论他认为就算是治愈的患者 也会出现二次复发 并且会进行传染 当然这个说法并没有得到更多权威媒体 或者权威的一些医学专家的认可 不过大家都是在研究当中 那么我们有请吴强博士 您在去年的整个的后半年里 我们经常去来讨论香港 那么香港这一次在反送中的国人当中 所表现的情况 似乎与这一次对于封关的表现的情况 在政治上是如出一辙的 那么他们具有一个 我们如何去评价这样的一个香港政府 那么是否是一个真正的 完全对香港市民负责的一个政府 这也是这两天很多的民众 在讨论和议论的一件事情 您如何看待 对在香港和北京的关系上面 刚才胡老师已经谈了很多 但是我们从香港政府特区政府的角色来看 从去年到今年到现在的决策 我们看杭州它尚且以我们刚才所讲的本位主义 以这种质保的原则它分了城 那么香港特区政府现在似乎仍然是像去年一样 卡在北京和民众当中 并没有很好的体现出港人治港 从香港人民利益 以香港人本位主义来出发 来考虑 来做各种的行政的决策 所以在分官问题上也是犹犹豫豫 这种半遮面的一种方式 大部分人流多的官都分掉了 保留了两个是以跨海大桥的这种官 那么这种做事情非常的暧昧的一种方式 我相信就是特区政府 或者说是香港和大陆的这种关系 吴强博士所处的地方的的确 最近是比较网络比较断断续续的 现在还有声音吗 现在OK了 您继续非常清晰 那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可以暂时放开一边 因为所有人都在观察 特区政府现在是一个尴尬的暧昧的地位 但我更想说的实际上是香港 它在SARS或者是现在的这么一个新冠病毒来说 香港的城市 它的城市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是特别的脆弱 因为香港的人口密度 它城市密度 以居住密度来衡量的话 应该是在中国所有城市当中是最高的 所以它对于这种病毒性的传染病 有一种先天的特别的脆弱 这种脆弱如果说没有积极的采取分关 采取各种控制方式的话 以目前应该说是最高效率的香港的防疫当局的这种行动 还控制不了的话 一旦出现爆发 其实不仅是对于香港的未来有一个致命性的打击 对香港民众因此会丧失对大陆的最后一点残余的一些信心 或者说这种亲情这种关系 不仅是在这一方面 我相信它会对中国内地的这种效仿香港城市化 而采取的城市化的模式会有一个根本性的打击 换句话说中国大陆我们知道从90年代以来到现在的城市化 都是按香港模式来学的 从住房的设计城市的规划等等等等 那么在这么一个疫情爆发的时候 如果说香港未来出现大爆发 其实也意味着 当然现在已经意味着 内地的这种城市化是有特别的这种脆弱性 这种脆弱性会对中国内地的房地产的价格 城市化的发展其实是一个根本的颠覆 所以香港如果出问题 一定是内地这种城市化的模式 其实也意味着走向了终结 我相信从城市化 从这种居住密度 从这些角度来看瘟疫的防控 和这种它未来所想做的 这才是很关键的 其实您刚才讲点出了一点 就是最重要的是 中国其实在很多方面 在做制度设计 包括城市规划设计的时候 以及所有的全盘的这个规划当中 本身就出了很多的问题 那么香港是因为地小 而中国虽然要一直保所谓的18亿亩的耕地 但是毕竟面积比较大 而现在所设计的很多城市的建设规划 以及目前这几年中共所推进的城市化本身 都是缺乏一些对于防疫 一些消防和民众的安全等等 这些的一个思考和考量 那么胡平先生 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对这个问题没有太多补充的了 好的 那让我们进入下一个话题 下一个话题就是和经济有关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 有关于我们的经济有关